大家好,我是王狗 我最近收到一封網友投稿的01D的信件 所以我今天決定去投稿這個地方做做看挑戰 開始之前,我先來跟你們說說這個信件的內容 王狗你好,因為我平時都有打生存遊戲的習慣 某一次我在新店玩生存遊戲的時候 出現了一件怪事 那場地是長這樣子 一開始是入口 最後一排是一堆汽車 當時我們三個人在汽車這頭 另外三個朋友在對面的入口處 結果就在比賽剛開始的時候 我突然在戰場中看到一個女生 直接穿越中間層層的柱子 絲毫沒有看到躲戰出的我們 所以我當下沒有多想 馬上舉起手來 大喊暫停 只生怕朋友們達到無辜的路人 但女子經過以後 我想了一想 不對啊 這麼晚怎麼會有一個女生在這種地方 而且她走出來的地方沒有任何的入口 當下我越想越毛 但隨著隊友射出第一發子彈 我也馬上忘學剛做的想法 眼睛專注在拘禁機裡面中央的棋子上 就是現在 3 2 1 衝 當時我奮力的衝向棋子 準備撲上去 抓起取下第一分的時候 我眼睛瞄了一下 剛剛女生一開始出現的地方 發現剛剛那名女生 仍舊站在原地 根本沒有移動 而且更恐怖的是 她的眼睛瞪大大的 用胸狠的眼神 看著她 那個眼神 你馬感覺到了 她 不是人類 我被淘汰了 當下 我回過頭 發現女生 不見了 我頭皮發麻 沒看過鬼的我 真的第一次這麼清楚的感覺 自己撞鬼了 但不敢多講什麼 畢竟比賽還在繼續 我就舉著手 走去了後面的淘汰區 當時 在淘汰區的我 非常的害怕 尤其是我身後 有一個入口 這個入口 讓我異常的感到壓迫 但當時 我始終都不敢回頭看 後來 帶團的隊長們 結束後 就把我們叫了過來 跟我們說 今天就到這邊 下了山之後 她才跟我們說 我們剛剛在比賽的時候 她說她透過她的狙擊鏡 看到在淘汰區的我身後 有一個女生 沒有腳 懸空的 飄在我身後的洞口 雙眼 惡痕人的盯著我 彷彿 叫我們離開這裡 不然就要屈我性命 而那天之後 我就非常感謝我的隊長兄弟 幫我救贏在這裡 而後 我也就不敢 再踏入這個棲彈場 對 沒錯 我今天就是收到了這個 靈異地點的投稿 我覺得這個故事 實在是蠻特別的 因為打棲彈這件事情嘛 除了高中的格數錄影之後 我就沒有再經歷過了 所以呢 還買了一把槍 對 這個只是一把瓦斯槍 而做都市傳說 那麼久的我 也在想說 不要總是一直挑戰 競技都市傳說之類的題材嘛 也想要做做看一點 特別不一樣 所以呢 我就又腦補了一下 欸對 我真的很常常 之前看到 有一個地方 特別容易出現鬼臉嘛 比如說有一人在攝影機拍片的時候 在火光裡面看到一個鬼臉 或者是氣爆的現場 濃煙裡面也會有那種鬼臉 所以呢 如果我們也在那種 定義地點 製造出一個煙霧 會不會 就會出現鬼臉呢 至於我這次要怎麼製造煙霧呢 因為我不是火的專家 所以我火的方面知識也不夠 怕會有不好的示範 因為做這種高位置的實驗 感覺是要一個適合的場地嘛 特球氣勢我 既然都在生存遊戲的場地了 不如就麵粉之類的東西 裝在氣球裡面 射破 搞不好 就會有鬼臉出現在那個煙霧裡面 結果真的很老婆 人生嘛 永遠就是都得 抱著嘗試一下的心態 沒有試過 怎麼知道 會不會真的成功呢 就算再蠢 再笨的夢想 只要堅持 我覺得那它就是一個很 浪漫的事情 好像講得太偉大了 OK 那就 給你們看一下 我去氣態場的畫面吧 這地板全部都是BB彈口 它以前好像是一個工廠的樣子 我們就直接出發 前往看它說 遇到女鬼的地方 到底在哪裡 看看裡面到底是什麼東西 欸又是派大星 其實它是派大青 因為它已經發青了 欸我覺得這個地方 是真的還蠻適合打氣蛋 哇哦 但可憐吧 地板真的到處都是 BB彈口 欸那裡有一個 是現成的吧 哇 這裡好多車哦 這些車感覺是報廢的 沒有車牌 桌的地方應該就是後面那個洞 要準的時候看到女生在洞裡面 這裡好多車 嗚 一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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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櫃子耶 OK 什麼都沒有 生存遊戲 所以我剛相機沒電 改用車子來照片 我也拿了一把槍來 馬上來試試看吧 我去那邊 直接射擊 都換掉了 都爆開了 什麼都沒有 幾個都沒有 這個床倒下來 這個後面 沒有任何東西啊 我覺得趕快設置好這個氣球 設置好之後就趕快離開這個地方 不會覺得太害怕 比較是因為我知道他平常是為人來這邊打氣的 把槍上堂 來囉 3 2 好不準喔 對我還是近一點好了 來囉 沒有破耶好扯 沒有破耶好扯 噢破了破了破了 呃 呃 跟我想像的不太一樣耶 欸他就射破一個洞而已 該不會那兩個也都一樣吧 我 呃 好吧還是一樣的結果 有點前車子見了 就是從中那一顆 我把這顆氣球灌得飽了一點 紀錄下來它 瞬間爆掉那一顆的畫面 我們才能收工回家 近距離即發 看到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3 2 1 又不會爆 再來 我們 nimmt這個 會不會大的 這樣 對 溫斤 année 發生 終於把這個瓦斯射爆了 好感動喔 他這個地方我剛剛在這邊射了那麼多 只看到一直在廢的東西 是屋子什麼都沒有 好吧 那我們就不多說去欸 順便看一下路後面有拍到什麼東西 回家見吧 GO 那一天煙霧上面的東西來講 我覺得他看起來就是 他就在腦毒了 因為他看起來這個就是很正常 就會分嘛 看不太出來鬼臉什麼東西 那至於 他自己倒下啦 後來想一想 覺得其實沒有很奇怪 因為你們可以看到 當時的地板 也有很多PB彈 我差勵就不會像水泥地一樣那麼大 橫空我要在那邊綁繩子 不知道會不會造成震動啊 之類的現象 至於其他的我就沒有太多的感覺了 再順帶一點 那個地方呢他在新店 那一區的附近有一個 廢墟找習慣 白色這隻恐怖犯的監獄 個人是覺得那個地方 這個地方再更恐怖一點 想要看我去那邊的影片 我有拍過了這一集 雖然沒有拍到裡面整個場景 非常清楚 但是多次來你們看我在裡面 挑戰的樣子 應該也可以看得出來 好OK 那今天影片就要 因為要感謝今天的贊助商 約地求生 那這次也出了一個新聞 是戰力逃生 大家剛開始需要收集一些自己的物資 之後就要對抗來自莫之怪物 還有全新的場景 以及無依無謀的裝備 所以這個讓我非常請我大師 看你們時間的一些時光 謝謝大師王 下次見 掰 壓力逃生 全新改版 墨斯科地鐵 場景開放 武器裝備大幅強化 變異魔物 戰力追殺 決定求生M改版 戰力逃生登場 上線就抽 iPhone 12 好嗎